最后一个小节 我们来看看两个非监督模型 聚类模型和关联模型 它们的评估是如何进行的 那么聚类模型的评估 有两个最主要的指标 一个就是RMS 也就是Root Mean Square 它的定义呢 是每个聚类的值减去每个类的平均值 然后把m求平方进行求和 然后对这个和进行开放运算 再求平方 是这么的一个值 如果这个值比较小呢 我们就会认为它的聚类效果比较好 那如果这个值比较大呢 也就是说每个类和它的中心距离比较远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的分类效果比较差 同一个数据集 如果我们有不同的算法进行聚类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RMS 它们的大小关系 进行对这些算法的评价 那么第二个指标呢 叫做轮廓系数 它结合了内聚度和分离度两种因素 可以用来在相同的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评价不同的算法 或者算法不同预计方式 对聚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轮廓系数的定义是这样的 这里的AI指的是某样本 I与处内其他样本的平均距离 表示它的内聚度 BI代表的是样本I与其他某处 样本的平均距离 如果有多个处的话 那么BI取最小的 那么轮廓系数的定义呢 就是用BI 也就是它的分离度 减去它的内聚度 除以分离度和内聚度 两个里面比较大的 我们希望它的分离度越大越好 而内聚度越小越好 那因为BI和AI肯定都是大于0的数 所以如果BI很大 AI很小 那么这个值呢 是趋近于1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轮廓系数 它趋近于1的话 那么它的剧类效果就比较好 那么反之 如果BI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的分离度比较小 而它的内聚度比较大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值就接近于负1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轮廓系数 接近于负1的话 那么它的剧类效果 其实是比较糟糕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还知道 我们之前做过这么一个例子 是进行了一个剧类的实验 我们实验过K-means 实验过DB-scan 还实验过层次剧类 那么我们就用轮廓系数 来衡量一下 这几种算法的优劣 我们在这里先引入轮廓系数 Sk-learn Matrix 轮廓系数的定义是 SilhouetteScore 它表示轮廓系数 好 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 打印出它的轮廓系数 我们先打印出 它的clusterName 也就是它的剧类方法 然后打印 它的第几个图 最后打印 轮廓系数 轮廓系数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x 并且输入它进行剧类的label 所以我们输入x 它的label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 得到的剧类结果 好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我们看它报错了 而报错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 Number of labels Is one Valid values Are two to n samples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 我们最早用的是now 也就是没有进行剧类的结果 那没有进行剧类呢 clusterResult 就都是零 而这里呢 它的轮廓系数 要求的是 它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类 所以在这里 它没有通过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这么来做 那如果它抛出异常的话 我们就直接先跳过 我们先暂时跳过 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 它再慢慢的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之前剧类的结果 第一个图 下标就是零 第二个图 下标就是一 第三个图 下标就是二 第四个图 下标就是三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那么对于第零个图来说呢 kmeans 它的轮廓系数是0.39 dbSky是0.11 层次剧类 是0.36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所以对于第一个图来说 用轮廓系数来衡量的话 用kmeans算法 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月牙显的图 它下标呢 对应的是1 kmeans是0.429 dbSky是0.3359 层次剧类 0.401 所以kmeans算法 拿轮廓系数来衡量的话 它的区分度还是最好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它下标对应的是2 它的分类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它们的轮廓系数 也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一下 0.82609 0.82609 和 0.82609 它们的轮廓系数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我们注意最后一个 dbSky没有对类进行切分 所以在这里 dbSky是没有下标为3的轮廓系数的 那么kmeans下标为3的是0.38 层次剧类下标为3的是0.33 那么kmeans又是完胜 因为kmeans它就是一种面向切割的分法 如果拿轮廓系数进行评价的话 它的评价效果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 我们不能就以此断定dbSky这种分法 是不好的 那么相反呢 如果一个剧类它是密度导向的话 那么dbSky它的分类效果反而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评价指标只是一个参考 而真正在业务场景中怎么去评价它的结果 还需要我们根据实际的业务场景 多思考多分析 好 那么最后呢 就是关联模型的评估 那么关联模型评估的 关键指标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是三个度 一个支持度 一个自信度 一个提升度 那么支持度呢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最大的平凡相级 那么最大平凡相级的意义呢 就是它形成了一种规模效应 那么这种样的组合是比较多的 那么一种组合在一些事物中 它是比较多的 这些组合就应该被我们重视到 那一旦找到这样的组合 我们再看组合之间 它们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得到自信度 那如果一个相机 对另外一个相机 有着比较强的决定关系的话 那么它的自信度 就会相应的比较高 那么如果自信度比较高的话 我们再结合提升度 进行对比 看它到底 对另外一个相机 有没有提升作用 那么这个 就是关联模型的评估了 那关于所有模型的评估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得到对比较高的评似